昨天你看到了台電的總座 然後我要請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包括經濟部的那個生命裡面 直接講就是大家不要用3C 然後用便利的電力 然後在那邊摔運摔運 講一大堆這些 小平這件事情 那凸顯出來的問題 你覺得會是在什麼地方 凸顯他是個爛官好不好 為什麼 你第一天當總經理 你一路上來當總經理是多大的位置 他覺得他的基層很委屈 你談什麼二元對你在搞政治 不是只要大家只要晶圓廠 不要發電廠 我兩個都要不行嗎 沒有發電廠會有晶圓廠嗎 晶圓廠一定要嘛 晶圓就發電量很大 對不對很需要電嘛 回到政策嘛 我跟你講台電 我們了解那期台電都是懶的 早年都是執政國民黨是懶的 那國民黨就是支持核能發電 蔡英文就不要核能發電嘛 那核能發電差了十幾趴的電嘛 然後今天今天為什麼 兩個問題 我先不退一萬步 我先不談核電一定是對或錯 我國民黨當然是核電 我是本黨的 我退一萬步到中間選民的立場來看 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 就是每年多花幾千億的電費 就是你的生產嘛 你的台電負債也快倒了 也負債了 好 那今天又要漲價嘛 那電又不夠用 這是不是現在看到的結果 好那為什麼知道這個結果 就非核家園嘛 今天綠電吃飽 台電跌倒嘛 綠電發的電極少 而花的錢極多嘛 所以只要造成那個因果關係 那你說來講 你今天你本身喔 你是支持核電的 台電一路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又講這種政治的話語 只要金圓廠 什麼不要發電廠 你怎麼可以從嘴巴講出這樣的話 你是個文官耶 他們是那個事業單位啦 你不能用直等去一定去衡量嘛 反正你是很大的官嘛 你以前是公務員嘛 你改變立場了耶 你接受民進黨的立場耶 先不談民進黨立場對或錯 你可以講這個話 下台 你有什麼資格坐在那位置上 這很糟糕 然後最壞的公務員的示範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 好了他的背後是能源政策嗎 是因為能源政策 一些不同的小朋友 剛剛講到說 是因為民黨非核交易 造成今天會是這樣一些問題嗎 因為王廷昨天有講說 你就是要用了核電 他還是一樣會有設備故障 或什麼什麼這些 但還是會有停電這些問題 是嗎 我覺得停電跟缺電是兩件事情 而且再來就是整個的電網的部分 那當然老實說 台灣的整個電網 其實到末端輸送你 輸送到後面 輸送端其實有些真的很老舊 我覺得那這個是我們要去檢討的 就是什麼時間 我們要用盡快的速度 把整個電網更新完 然後把它更為強韌 我覺得他就不會有跳電 或者是被動物咬 我覺得這是一定的 因為你家電線 你在什麼時候 一定都會被 你家有老鼠一定就會被咬 這是一定的 因為我服務處有老鼠 所以我家我們的電話線 就被咬斷了 所以這是你再怎麼樣 他其實都會 那我覺得是電網的部分 是要趕快去把它處理好 更新的更新 要建好的把它建好 那但是現在講說 很多人就開始用這個跳電的問題 來直接跨到說是因為缺電 難道真的因為缺電嗎 那缺電如果真的好 退一萬步來講 核電真的是能夠支撐到台灣 全部多數的發電嗎 不是到目前二零二四年 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核電的發電量大概多少 五點五趴 但全部的五點五趴 那綠能大概多少 綠能已經將近十趴 九點多 還比核電還要高 核電可以搞到十六 是你們搞到五點五 是你們的選擇 再來我覺得 最穩定的電網 小平哥 那我們就來講 再退一條講 你的核電真的是綠能嗎 依照全世界的這個綠能 這是未來整個產業都要 都要去面對的面臨的事情 你要去歐盟你要去美國 他們都會要求所有的產業 他要有綠能 甚至要百分之百綠能 核電是綠能嗎 核電在他們的項目 一百項項目裡面 他不把核電放在綠能裡面 而且核電的後續的 這個核廢料的儲存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台灣真的也沒辦法 所以你說 撬電跟缺電 它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有缺電嗎 我記得我小時候 真的只要到夏天的時候 我記得都要分區什麼 現在是北區 現在哪裡中部南部 臺北連臺北市都要有 停電的一個分區供電的一個問題 但是陳姐 我覺得到這幾年 我們什麼時候 有很常出現在尖峰時刻的用電量最大的時候 夏天我們有要求要這個限電 大家供應分區供電的這個部分 沒有啊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供電是穩定的 那跳電你不可以把它說 就是跳電就是因為缺電 跳電很多問題 那你說就像一臺車子 我車子現在發不動 難道就是因為沒有油嗎 不是啊 他有可能是引擎壞掉 他有可能是什麼哪些線路斷掉 他是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你不能通通就說 他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不應該所有我們就科學數據來說 臺灣的目前是缺電是不缺電 但是有沒有跳電 電網有沒有問題 是有 我覺得這是要改變的 所以國民黨現在就是把跳電跟缺電綁一起之後 再來就說因為缺電 所以就是因為沒有核電 難道核電真的是可以支撐 臺灣所有的發電嗎 不是 不過這幾件事情 來一夫 可不可以簡單回答 為什麼華府有智庫 會說賴清德準總統 是要恢復核電的不二人選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民黨的民黨的宗旨 就是要非核家園這些啊 為什麼華府智庫 會有人做出這樣建議 華府的智庫是因為 全球臺灣研究所的一個中心的主任 兼任主任研究員叫麥吉利斯 他提到幾個的關鍵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工業用電 佔的比例太高 尤其我們在發展半導體 那我們都知道半導體的用電非常非常恐怖 就是說 你光說一個台積電在2022年 佔全台的總供電量的7.5 那當然3奈米1奈米還沒還沒有弄完啊 所以他繼續蓋下去 如果他1奈米完成2028年 可能佔我們的總發電量的15% 所以他特別提到第一個 我們的工業用電量 直接在賴清德面前 直接講說台積電非常缺乏 非常需要像這樣一些的資源 某種程度有在對於電力方面做 他個人的暗示嗎 我覺得他是有憂慮嗎 因為你看他就是說 你光他2022年是210億度 他光1奈米推估的話 可能會用到80億度 那3奈米推估的話 他也要用到4050億度 所以他現在還在建這一些嗎 所以台積電的用電一定很高 他說我們的工業用電量的比例 是高過其他國家 第一個 第二個他是認為 因為我們的核電比例在下降 核電比例在下降 我們從4萬2千萬千瓦 一路降到2萬4千萬千瓦 OK 核電比例在下降 第二個就綠能的比例 一直到他認為到2025年 要達到目標20% 是遙遙無期 核能沒了 綠電上不來 中間的差距沒了 然後用電量又再提高的過程當中 他還加上一件事情 剛才那個洛芳講 台灣電網的脆弱度 OK 所以他 生物時如果來一個狀況 他就說經常提電 停電 因為 我們的電力 大家使用的增長 跟發電的增長 而我的電網跟不上去 變成脆弱的時候 他的停電 會變成經常性 所以他就認為說 他是一個 台灣面臨的還是一個缺電 當然包括他們也提到 烏爾戰爭以後 其他各國 包括日本 重啟關閉的 關閉的核電場 所以他們認為 311的那一個福島核電 對日本來說 他不是問題 所以大家都在烏爾戰爭以後 大家都在重啟核電的過程當中 呃台灣還在非核家園 所以他認為說 呃現階段 其實民進黨有很多的證據跟數據 可以告訴人民 非核家園的政策的改變 他是可以說服人民的 所以他援用了一些數據 加上全世界烏爾戰爭以後 所有的狀況的時候 他是在評估台灣的能源 再說一句話 這位主任研究員 他就是專門在研究能源 OK